大家好,歡迎收看信貿每週廣告 今週請到信貿證券行政總裁沈陣營跟我們談談大使走勢 大仙你好 你好 見到大使這星期的表現都相當反覆 頭四個交易日來講兩升兩跌 不過見到20,200點其實都有個支持 今早早廣告也跟隨美股向下 低開84點 最多跌過8點 曾經跌穿了20天線 看看月尾美國聯儲局方面的意識 其實這段時間港股方面是否沒有方向 上網和支持位在哪 暫時來說市真的沒有方向 因為第一整體的成交不大 購物來計算就算升市 成交不足500億 加上來講現在還是不明朗的因素仍然存在 雖然早兩天做了一個比較好的反彈 但是似乎彈的力度去到2068 2078前已經行人止暴了 加上來講歐洲那方面 英國脫歐的影響仍然有些余波 有些震盪 資金流向那方面 或者投資者的看法 比較上都是有憂慮的 還有今晚有美國出這個就業數據 接下來聯儲局怎樣預期未來的經濟的走向 和加息的步伐等等 都是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還有就是人民幣 又持續向下走 日圓又強勢 這些都是對市會構成震盪的潛在因素 所以你會見到 抽上去的力度就不夠 但是回下來 我估計都要試多一次 就是2028、20300那些位 如果跌穿了的話 可能底部會深一些 上面左力位就在很明顯 2068、2078那些水平 暫時來說7月份 我想月頭都不會有什麼突破的走勢出現 你剛剛提到如果跌穿了這2萬2百點的話 其實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深的急跌下去 其實會跌到一個什麼位置呢 如果我純用期權倉底的參考 因為之前我用2028做參考 就是在上個星期期計算前後那幾天 就在應估期權2028行使價那裡突然加倉 所以我估計就是這個位是一個支持位會反彈 亦都是可能有機會跌下去的位置 好了 另一個位如果穿了的話 最重倉的應估期權是19,400 所以我覺得都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都要留意一下下去那一刻的程度 可能會深到19,45 那些位置 看回大市表現就麻麻了 不過有些股份其實今天來講都做得不錯 特別是安降 看到發營起 預料中期的順利 按年可能會增長近一倍 這個消息刺激安降的股價 今天最多升超過半成 一度高見超過兩個月的高位 看回其他鋼鐵類的股份 今早的表現都不錯 其實這個板塊 基本面是否真的有改善 安降這隻股份又買不買得過 我想基本面是一路慢慢擺脫困境的 但是就未到出現明顯或者顯著的 重拾增長的改善的情況 但是政策上因為始終關注著 這些這樣的大的國企 特地資源的板塊他們的改革 還有在供給質那方面的改善 這些都會有利回到未來的前景 這個大陸的衝景 另外安降也是讓大家看到一個 營起的情況出現的 這個營起當然是有 因為關於基數的問題 或者去年做大幅撥避這些因素 所以就令到股價會有一個上升的動力在那裡 但是這個動力能否持久或者維持多久呢 始終都要基本面的配合 這個我覺得還要進一步去確認 但是短線來說股價上升到三四月的高位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看到股價來說 今早上提升了超過半成 不過看到現在的升幅 其實收集到大約百分之一 到大約三個七這個位 其實是否它的上升動力很不足夠呢 暫時來說也是的 因為第一個大市的氣氛不好 第二就是始終它的基本面 還未完全確認到可以是轉好的 那變成資金的態度比較審慎 可以在低位買 但是就說太高 不會高追或者托得太高的 所以來說你見到股價的力度 不算是太強 但是要進一步去看了 就是會不會有些資金 其實是已經開始對它前景有個改變 有個看法上的改變 而開始收集了 但是我會覺得下半年如果形勢上 很多的基本面再進一步改善 你說上了四個半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轉說一下新股 今天有四隻新股掛牌上市 當中在主板上市的東方證券 看回其實它早前的公開發售 就要認舊不足 看見昨晚的暗盤價也潛了水 看回暫時股價都是低於招股價八個一毫半 怎樣看這隻股份的前景呢 現階段低於招股價 又值不值得去追一追 我想就是整個板塊整個行業的問題 因為始終職券商在內地來計 暫時來說都是比較處於一個劣勢 整個行業都未曾正式改善到前景向好 變成了你會見到 招股反應的冷淡 也是可見一班投資者的興趣不大的 現在還未到一個這麼快去買的一刻 因為始終如果一上市潛了水的話 你不知道底部會摸到什麼位才可以站穩的 變成了我想投資者可以觀察著的 直至到整體內地股市、中港股市做好 氣氛轉好 那時候才留意吸納就比較好些 不要浪費彈藥 但我看到其實股價現在都不算跌得太多了 那抽中的投資者的部署策略又應該是怎樣 其實雖然不是跌得太多 但是問題現在也是在帳面上損失不大 但是問題我們真的不知道後面 究竟可能譬如說過了一兩天 那些護航的盤沒有了的時間又不知道會怎樣的 過往這些例子給街市的 所以大家要想一下 如果你是對它基本因素認識很清楚 很有信心的你長渣吧 但是問題如果你純粹是 駁一下抽一下新股的 既然都是一個短線投機的活動的話 中就走不中也要走的 大師你有沒有持有純粹的股份呢 沒有的 今天謝謝沈陣營這麼詳盡的分析 每週港股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